宣布名词之前 我再次重申 国色天香第二季赛制的规则 单棋排名 双棋淘汰 选手淘汰 导师也会一同离开 我说明白了吧 说明白 就这一点是 让我最纠结的地方 导师和选手一起离开 其实是蛮残酷的 而且好像这样的一种赛制 在其他的任何节目都没有过 是的 刘刚不紧张吧 坏了 已经不会说话了现在 什么叫紧张 你已经不知道 什么叫紧张了 对啊 你试试中医 这是能吃根的 但是聊效慢一点 西医可能快点 就服作用 我宣布 OK 本场比赛 第三名的获得者 是 恭喜你 第三名获得者 谁呀 没人搭理你 谁呀 快点吧 我们的第三名获得者是 MIC MIC 我们今天的预想是四五名 因为跟这么多前辈老师们在一起 我们不敢说有很多的把握 只是这个已经超乎我们的预想 所以谢谢各位在场的老师们 谢谢 谢谢 看来他们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上升空间 那是那是 真好 那么祝贺MIC 接下来我要宣布 我们今天的第二名 真的很开心 你知道吗 为什么 我挺愿意她得分高一点的 为什么 因为她不管是唱啊 还是表演什么都挺好 而且认识这么多年了 真是挺高兴啊 祝贺啊 真的祝贺 到底是谁呀 骑死我们了 我宣布 第二名 恭喜你 沈春阳 春阳 此时此刻有何感想 我觉得 是 确实是比我预想中的要好一点 你预想的是多少名 我就是别倒数 就是可以 怕淘汰了 太谦虚了 挺好的 第二名 多厉害啊 当然了 要是第一名就更好了 那么第一名是谁呢 白雪 羡慕啊 好意外啊 心情怎样 我好紧张 其实 真的吗 因为我觉得今天晚上 大家其实表现都非常的好 因为我们一直在后台在看嘛 都觉得挺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大家都想集体 谁也不要淘汰 想继续把这个节目做下去 一二三名说完了 其实四五六 仓库里长 我宣布 第五名的获得者 又快就跳 确实是 第五名 黑妹 你还在人一直笑啊 以后没我的时候 你别看我好不好 我可爱看你了 怎么了这是 我以为我肯定最后一名 所以也得吃中药 还剩下第四名和第六名 第四名的获得者 六岗 此时此刻想问问 张欣你是怎么想的 其实没怎么想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然后认识了那么多老师 然后还有那么多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